一剑独尊第462章 叶玄三人穿越茫茫平原之后 很快他们见到一个巨大的峡谷 峡谷门口两座高山宛如两座大门横跨 在两座高山之内隐约可见一座宏伟的大殿 叶玄看向那座大殿 行声说 我可走吗 战军点头 不过应该不是他们的老巢 至于他们的老巢在哪里 可能只有公主他们才知道 秃子心声说 虽然是敌人 但不得不说 这一族啊 确实让人敬佩 因为从我来这里到现在 我就没见过他们族内有怕死的 叶玄说 走吧 很快 三人来到峡谷之下 这一路上叶玄发现 树道神石扫过他们三个 但是却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 峡谷之下 叶玄看向远处 微微一笑 求死 声如雷声 震荡天地 穷死 叶玄身旁战军嘴角微微一瞅 叶玄啊 是不是太嚣张了 叶玄正色说 要先把气势喊出来 明白吗 气势 战军想了想 然后说 好像也是 山巅之上突然出现一名男子 男子身旁还有一只黑色麒麟 那只恶麒麟看了一眼 下方叶玄三人 眼中满是力气 他就要冲下去 这时男子轻轻摸了一下他脑袋 他顿时爬扶下去了 男子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下方的叶玄 轻声说 现袖们 这时左倾 天上以及地上 引来到男子身后 从此之外 还有一名女子 女子一头赤红短发 目光如刀 森冷无比 左倾轻声说 我去会会他 男子摇头 他转头看向对面 对面山巅之上 站着三人 两男一女 为首的是一名 穿着黑袍的男人 在他周围 悬浮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男子身后 那一头红发女子 冷声说 我不喜欢这帮 异域来的家伙 天上说 我也不喜欢 左倾微微摇头 一笑 没有说话 男子轻声说 那剑修 就交给他们吧 一头红发的女子 冷横了一声 那剑修身上有质宝 为何要让给他们 男子看了一眼 红发女子 笑道 阿凤 你觉得一件质宝重要 还是整个家族的 大事重要啊 名叫阿凤的女子 陈胜说 我们魔科族 不需要靠外人 男子轻声说 需要的 众人看向男子 男子轻声说 世人都只知道 魏阳星玉 那位魏阳公主 居士无敌 其实 在魏阳星玉 还有一人 也很强大的 谁 男子轻声说 画师 我族若想彻底 占领魏阳星玉 就必须得 打败两人 其中一个是 魏阳公主 另一个 则是此人 阿凤 面无表情 他们只不过是 生的比我们早 若是同时代 我们何惧他们 你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是左倾突然说 他们出手了 众人看向下方 下方 一名男子 已出现在 叶玄三人面前 不过 不是那名 为首的黑炮男子 而是另外一名 手持长枪的男子 长枪男子 走到叶玄三人面前 战军和秃子 两人退到一旁 男子突然出枪 枪即如电 直指叶玄眉间 而在长枪 离叶玄眉间 还有数寸的距离时 叶玄突然一个侧身 然后朝见一个极框 与此同时 他拔尖一斩 见名声响称 震荡天地 这一剑斩下 长枪男子 脚尖经点地面 整个人朝后一飘 叶玄一剑落空 就在这时 长枪男子 突然纵身一跃 一枪砸下 速度极快 瞬间来到叶玄头顶 叶玄侧身一闪 男子一枪砸空 但是很快 他右手一甩 长枪朝叶玄的位置 就是一荡 叶玄 举剑一挡 砰的一声 一枪荡重 叶玄连连暴退 而男子则要乘手追击 不过就在这时 他脸色瞬间大变 他本能地举枪横挡 一刀炸响声响起 男子瞬间暴退 而他还未停下 叶玄却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紧接着 叶玄一剑斩下 男子眼头微缩 他右手持枪 猛然朝地面 就是一刹 大地一颤 下一刻 一股强大枪势 自地面冲遍而起 直接笼罩住叶玄 与此同时 他右脚朝后一蹬 一枪刺出 枪间所过 空间直接被撕裂开来 这一次叶玄没有闪躲这一枪 长枪来到他的面前时 他一箭斩下 针尖队迈芒 枪间和剑刃 响撞了 轰的一声 一刀炸响声响彻了 与此同时 两人朝后连连暴退 但是下一刻 两人又再次朝彼此冲了过去 山巅至上 左倾身边男子 轻声说 他在练 左倾点头 你觉得他如何呀 男子笑了 没有见过他真正的实力 无作评价 说着 他看向左倾 你与他交过手 感觉如何呀 左倾沉默便可 然后说 他的剑很快 没有别的了 这已经足够了 男子轻微点头 也是 说着 他看向下方的叶玄 轻声说 其实 我更想见识一下 当年那位 号称 同阶无敌的女子 文言 一旁的天煞 脸色顿时一变 男子说 天煞 我与左倾 以及阿凤 当年都在外修炼 只有你接受我的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天煞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是一个让人畏惧的人 男子轻笑 那倒是有些可惜了 天煞摇头 没有说话 很快 下面传来一道道炸响声 叶玄和长枪男子的战斗 已经如火如同 而从战局来看 两人是不分上下 轰的一声 叶玄和长枪男子 突然分了开来 长枪男子停下之后 他看着面前 不远处的叶玄 神色阴冷之气 你在拿我当陪练 你不介意吧 长枪男子 死死盯着叶玄 我很介意 声音落下 他手中长枪 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似是要放什么大招 而就在这时 一缕细微不可查的剑光 在场中一闪而过 见到这一步 长枪男子脸色瞬间大变 他连忙停下 然后手持长枪 往面前就是一挡 长枪男子朝后连连暴退 这一退 直接退到数十丈之外 而他还未停下 叶玄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叶玄猛地拔剑 长枪男子脸色大变 就要反其 但就在这时 一缕剑光 瞧生兮剑 自他眉间 一穿而过 男子身体僵硬起来 而此刻他才发现 叶玄的剑根本就没有拔出来 这一刻他才明白 拔剑是假 非剑才是针 叶玄拔下男子手指上的那剑 然后抬头看向上方 还有人吗 山巅之上 左倾身旁男子笑道 有些夜色 左倾沉上说 他的剑比当初更快了 两人身后 名叫阿凤的女子突然说 我去 说着他就要下去 不过被那男子给拦住了 阿凤看向男子 莫言 我不允许未央星域的人 在我们面前如此嚣张 莫邪轻声说 退下 名叫阿凤的女子冷哼了一声 转身离去 左倾摇头一笑 这脾气 莫邪看向远处对面 那座闪电之上 黑炮男子与他身后的女子 一直没有动静 莫邪笑道 乃黎兄 你若不动手 我摩科族若是出手 他身上之物 可就是我摩科族的了 对面 黑炮男子看向莫邪 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他突然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夜轩面前了 见到黑炮男子 夜轩心中一领 他心中暗自戒备起来 黑炮男子 轻声说 让我看看 你的剑可以有多快 声音落下 他人突然消失 场中有撕裂声响起 肉身撕裂空间 夜轩面前空间 寸寸崩裂 骇然无比 强者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面对着黑炮男子 夜轩不敢有任何的轻视 他右脚某的一顿 整个人化作一道 剑光暴尸而出 轰的一声 场中一道惊天巨响 轰然下车 一道人影 直接倒飞而出 正是夜轩 夜轩顺退 摆仗之轮 他还未停下 那黑炮男子 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夜轩一见四出 黑炮男子不闪不闭 任由夜轩这一剑 站在他脑袋之上 剑剧烈一颤 黑炮男子一点事都没有 不仅如此 黑炮男子的拳头 轰在夜轩的腹部 砰的一声 夜轩瞬间飞出去了 下方 黑炮男子右手紧握 隔空对夜轩就是一轰 空间破 一拳出 夜轩周遭空间 瞬间崩裂 夜轩直接被震到 白杖之外 他杠一落地 远处的黑炮男子 直接突然纵身一跃 一跃白杖之高 空中 他右手突然弹开 一瞬间 方圆白杖那空间 直接剧烈颤动起来 空中 黑炮男子双眼 缓缓闭了起来 沉寂一瞬 他猛地一掌拍下 天空剧烈一颤 万丈内空间瞬间均裂成蜘蛛网撞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自空中而落 直奔夜轩 力量之强 回天灭地 下方 夜轩深吸一口气 他双手持剑 下一刻 他把剑朝上一斩 就在他斩出的一瞬间 他灵魂突然离体 灵魂也是一剑斩出 很诡异的一幕 因为这一刻 夜轩的肉身和灵魂都在出剑 见到这一幕 山巅上的墨鞋等着 眉头瞬间皱了起来